也吸引其他日本的农村起了仿效 以今年主题不是动物森图为例 得以电脑先模拟 在道典里面安置8000只的标准 在引擎工程创造出黄白和暗红等色彩的道典 由于色彩模样 由各社只会询问 是否这一年不要讲哦 日本共生劳动省 在26号公布去年 日本人平均的寿命调查 南京是7月29岁 女性是82年40岁 双双连岁也都创新高 其中母性平均的寿命 正是连25年 稳缺之前最长寿 本来是最后一种状态的世界之名 后报写指出 三大土豪原一 一位价值越高比例的 原来是癌症